對 非常地真 每一個人現在要走進去 我是不敢走進去 我覺得有點可怕 719雨炸高雄三明區建公路 水深一度即夭 三明區保珠裡 家園也通通泡在水裡 這麼高 這個有三四十公分以上 對 對 對 不然我宅山要一半 直到21號高雄鳳山中藝裡的 大樓地下室還在持續抽水 韓國瑜20號勘災時 開口向中央喊話 不住受災戶 是不是應該比照去年的823水災 那我們希望行政院 針對這次的受災戶 補助能夠比照去年 我們不要特權 加發兩萬 加上我們的一萬五 每一個受災戶 可以得到三萬五千塊的補助 我覺得這是我們身為高雄市 我們向中央提出 應該有的一個拜託跟請求 去年823補助 除了市府給的一萬五 行政院也主動加碼兩萬元 淹水戶可領三萬五 今年韓市府 可能維持去年的一萬五 但中央卻是被動安安靜靜 等韓國瑜喊了 行政院才緩緩打誘 請中央不要因為高雄市 是韓國瑜當任市長 所以對於高雄市民 相關的這些補助 似乎就不夠主動積極 並且可能會有卡住 高雄市的這樣的一個 給民眾這樣的觀感 是不是很恰當的 一樣都是雨炸高雄 淹除災情 去年823淹水 當時代理市長許立民 一樣是民進黨 就讓當時行政院院長賴清德 直接加碼兩萬塊 今年719暴雨 換了國民黨韓國瑜當市長 院長蘇貞昌卻不主動出身 韓國瑜變成要炒才有糖吃的市長 中央主動被動 態度差這麼大 恐怕讓高雄市民 恨不是滋味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